微美的灯光让气氛又暖又甜 用餐环境优雅舒适 而看到一旁的冰箱顿时让人眼花缭乱 高达200种以上的比利时进口啤酒 提供给民众做选择 在吧台处还有四种口味的馅拉生啤 光用看的就有三分最一 我们店的特色主轴就是卖多种啤酒 就是我们光进口来自比利时当地的 净量啤酒大概就有将近200款 那客人每次来的时候都可以挑不一样的酒 去搭配不一样的餐点 那我们其实不止啤酒有将近200款 我们其实光餐点的种类 我们每一家分店都至少 你到现场去翻开菜单有七八十道这么多 美酒也要配佳肴 用奶油煸香蒜末 加入洋葱蒜白翻炒 接着倒入主角黑壳淡菜 最后浇上比利时啤酒上盖焖煮 香气浓郁的淡菜锅就可享用 业者说店内选用的黑壳淡菜 比一般市售的绿壳淡菜贵上三倍 不只肉质更弹牙 还保有正宗的比利时风味 我是喜欢在这边吃淡菜锅 因为我喜欢它里面的清爽的口感 肉质也蛮鲜美的 如果有去过比利时的朋友 应该大家都会知道说 在当地其实你到很多餐馆去 都会看到muscle就是很多淡菜 他们的搭配方式就是一锅淡菜 搭配一大锅的薯条 那这样子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吃法 那我们把它引进来台湾 而且用的是进口的黑壳淡菜 跟我们一般的市售的淡菜这种就是 那种绿壳的不太一样 口感会比较接近欧洲当地 那我们也最大限度的保留 就是它的这个汤汁 而店家还有另一主打 手工窑烤披萨 酥脆饼皮铺垫食润馅料 食材天然强调限点现做 我们从面团 然后到这个使用的酱料 到我们这个里面的用料 都是我们现场人员自己手工做的 没有加任何的化学原料这样 店内超多种好料一箩筐数不完 不只推出正宗地道的欧式菜肴 结合中式的创新料理 也是卖得瞎瞎叫 美食配美酒下班了来放松一下 或是情侣约会都是网友超推好地点 记者张日科新北报导